这叫做大眼睛性鼓势 拿出一个来 叫什么 太极 拿出一个以向太极 这个要不要动它 不要 所以你手上有几个 49个 分二 分二以向梁 这个向梁是什么 一一梁 好 这个放下来 这时候 手上这一个里面拿出一个来 挂一以向山 以向山的意思就是天立人 好 蛇四以向四十 四个四个请你注意 四个四个 好 这四个 这四个拿出来以后 要不要注意它们排列呢 其实无所谓 因为真的还要混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要四个四个确定 你又把它摆在边边上面 四个四个 你向四十 好 这个四个 四个 四个四个 你向四十 好 看看它的余数是多少 请你注意 这时候我主要看它的余数 余数是多少呢 像我这一次是四个 四个请你注意的是余数 因为你再少没有玩 那么因此你需要再把它挂到手上 不要挂 五个 对 五个 好 还有一个 肯定这里面是几个 会是余数 我说是一 四 所以这一定是四个请你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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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他老开玩笑 好 这一定是四个 好 这一定是四个 四个 一共几个 九个 好 这个注意 这个九个要拿掉的 这个九个要拿掉 所以这是第一次 要配合到哪里 配合到我这个太极 我第一堆的是四个 是多少个 所以手上几个 请问 手上几个 原来四十九根 因为你一个一嘛 原来五十减要一 就是四十九 四十九再减九 所以手上是四十根 好 一样的 四十根的时候 我要把它分二 分二 要改下来 然后挂一 持续挂一 五项三 天地人 所以这个第一次挂的 不要拿吗 还是带 没有第一次挂 那个一是太极不动荡 不动荡 那个挂一是挂二 只要变激素 知道 好 各位 十四 一是 两次 没有 那是第一次的那个 不要动荡 十四 好 十四 没有分左右 对 等等这边有左右 我们的左边先把 左边摆进去 好 各位 几根 三根 来到这里 好 来到这里 好 另外右手 也是要摺四 肯定一定是几 我们来看看 四 四 四 好 这里面是四根 各位 四根摆过来 各位看到没有 四加三 加一 四 几根 八根 第二次我取出来 这是八个 请对这个基数比较重要 刚才第一次是九个 第二次八个 好 剩下我手上有几根 刚才这边是四十根 去掉八根 所以我手上现在剩下三十二根 三十二根 这是第一次取九 第二次是八 第三次的时候 体育也一样 十 这个叫分二 以向什么 以向 阴阳 这次我拿掉我的右手 拿一个 挂在我的手上 挂在手上 挂在手上 然后十四 四 四个 好 四 三错 三错 四个 四个 好 这一次我剩下的是两根 两根摆过来 然后这个是左手的 右手也是 十四 一 一 二 二 我不要这个三根 这三根就是我 那三要加一就是四了 六三加一就是加一 那这个 不是 那四我再分两个 先做完了再说 你看看这个共识这样 好 请注意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一加上三 就是四 我第三次是四个 好 各位 请看我做了三次的时候 这手上这边四个有意义了 我要数第一次 一个次 两个次 三个次 四个次 五个次 六个次 七个次 我现在有七个次 所以我最下面 我要写几 七 我要写七 八 请注意一下 我的第一次是写几 第一摇是七 八 OK 请看 六 七 八 六 这个呢 是更 更 更是山 然后呢 七七八 这也是什么 这是风 是迅 迅 迅是风 好 三峰 五卦 请注意这个卦 我们称之为叫五卦 五卦的第几摇 第四摇 六四摇 对不对 然后呢 变了以后会变成什么 这个变成什么 这样子 它应该叫变阳的 然后 这样 各位请看一下 这个下面还是没有动 还是所谓的去 上面变成了什么 火 就是梨 梨 梨 火 风 什么 鼎 请注意火风 鼎 好 像这个一摇变的时候 请注意它有一个游戏规则 它要看你是一摇变 还是二摇变 还是三摇变 还是四摇变 还是五摇变 还是六摇变 全部都有变 你看它可能不变 也可能全部都变 也可能一摇变 也可能是两摇变 有三摇变 四摇变五摇变 对不对 注意啊 我们通常 如果没有变的时候 这个游戏规则就是看这个本卦的卦词 本卦的卦词 一摇变的时候 就要看这一个 怎么样 请注意这一个本卦的 因为这个所谓的本卦是古卦 所以这个卦要看什么 这个六四 请注意要看六四 所以我们要查书 查查看 现在请你查看 你那个小书打开来看看 五卦的六四 这是最后出古卦 建立 好 我们现在先要参考这个什么 古卦的卦词 请你注意 卦词都是它的大节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古卦 古卦十八卦的 十八卦的卦词是什么 圆痕立舍大船 圆痕立舍大船 好 这个再来 六四 看一下 六四 六四 御父之谷 王见旧令 来我们来看看 六四 御父之谷 御父之谷 然后这个六四 御父之谷 王见令 好 这个是我们主要参考的这个 各位 你可以看到他王见令 你现在问他肯定会来吗 现在令 表示他有 有可能会发生困扰 这里 你看 他原来是律师大船 原来他是会进来的 对不对 因为律师大船 能表示他前面有什么障碍 他都不在乎 反正就一定会过来 但现在有令的话 就是情况有了变化了以后 他开始进来的有麻烦 这个进来有麻烦 那是不是还是会进来呢 那我们请看一下 那么这个顶卦的 请记一下顶卦 我们要来看他的这个九 这个变过来以后变成九四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把这个 这个顶卦的卦词 和他的什么 这个九四的谣词 也要翻翻来做参考 起立志 这个 前面是告诉你 他这里会有 跟他这个为主的 这时候要看 请看一下顶卦 顶卦的卦词 顶卦是五十卦 五十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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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什么 圆吉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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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 亨 然后呢 三个字而已 然后九四 九四是 顶卦 顶卦 这个顶卦 脚都断掉了 他本来要做的事 现在会怎么样 会有变 所以顶卦卦 然后呢 告诉你说 不公宿 他整个到处来 把里面的膝盆都倒出来 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 你问这个问题 所以他会肯定来吗 现在 好 到最后 一个一件事情 本来是很好的 结果呢 这么一脚后以后 他会找得 多分眼光 这个 这个显然 我们问他肯定会来吗 他可能会发生变化 哎